嗚 哇 第二輪比賽開始 第一組由美國史萊姆林學學員的彼得 對上起因教育夏令營的香腸妹 開始 注意了 煉火紅車 這招對我沒有效 雷土成山 我早就知道這招對你沒效了 這只是試探 急速火球 糟糕 雷土成山 居然用了這麼多道牆才擋住 攻擊威力真的不容小覷 如果貿然使用土盾 可能會被他的火球攻擊 該怎麼辦呢 你的確很強 不過還好沒有水來攻擊我 我的土牆剛好可以擋住你的火的攻擊 是嗎 你不知道這邊有豐富的地下水嗎 寒冰劍山 糟糕 萬怨高牆 這麼遠沒有辦法使用困獸魔爪 看來只能使用土石流了 土石激流 土石激流 你不知道土石流裡面也有水嗎 冰偏水裡 就等你使用冰讓我滑過去 困獸魔爪 怎麼會這樣 你現在在我的困獸魔爪之中 沒有辦法逃脫了 就算你把魔爪凍結 你自己也會困在冰當中 你已經輸了 我認輸了 真是難纏的對手 第二輪第一場比賽 起因教育夏令營的香腸妹認輸 史萊姆林學學員的彼得獲勝 進入第三輪準決賽 第二場比賽選手請準備 起因教育夏令營的米米 對上日本悲米狐神道社的新宮梅 學姐比完一起合照喔 我從小就最愛看你的卡通了 是喔謝謝你 那要專心比賽喔 好的 那我就開始囉 注意了 酷弱金牽 她的超能力是控制金屬 金屬會導電 本來以為可以輕鬆獲勝的 沒想到她的防禦這麼強 看看這一招 集齒電劍 沒有用我的是絕對防禦 你是攻不進來的 我看你有什麼防禦能力 換我攻擊了 輕輕生肚人 電螺瓷碗 電螺瓷碗 不錯喔 你用這一招我金屬的攻擊就沒有效了 那試試看這個吧 固弱金牌 啊 糟糕 出不去了 我的金裝會縮小 你可要試著脫困喔 但是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可以攻破這一招 好 我會放慢速度 你就要慢慢試吧 閃電雙箭 沒用攻不破 這金鐘太堅固了 可能要集中一點反覆攻擊才有用 嗯 試試看這樣可不可以吧 雙箭合併 騎著 雙箭 雙箭 洗手 雙箭 雙箭出來了 怎麼會 雙箭被攻破了 雙箭合併 買了 增空 破解我 絕對堂立的人 我們合照吧 第二場比賽日本悲靡狐神盜射的 星宮梅認輸 由起因教育夏令營的迷迷獲勝 進入第三輪準決賽 第三場比賽由起因教育夏令營的 真子對上凱凱 選手請準備 開始 你該不會用對付捷克的戰術 來對付我吧 你說呢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了 您的支持就是我們創作的人動力 掰掰囉